原件杂志7月号的有非常多的专题 都非常适合读者深入的阅读 我们的封面故事是在谈混种消费潮 主要是在谈说现在在通膨的时代 消费者都荷包缩水 但是事实上辛苦的不只是一般的消费者 其实所有的企业都被双面夹击 一方面是说下游的消费者的消费是减少 消费比较省慎 另外一方面是说它的原物料 各种成本都在上涨 可是很多上涨是没有办法直接转嫁给消费者的 所以很多企业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我们就会7月号以及下一期的8月号 我们一连两期来探讨到现在消费者的心声是什么 消费者的需求在哪里 因为尤其在这么难经营的时代一头 对消费者有更多的认知 有更多的观察 有更多他们的内心渴望的一些了解 会对企业如何经营 在这么难经营的时代如何做经营管理 以及设定它的产品的走向市场的区隔等等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封面故事是先做 重新认识我们的消费者 通膨时代如何做行销 如何做经营管理的一个关键 那8月号我们还会有一期也是跟这个消费市场的改变 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封面的报导 那同时这一期也非常可能是各个县市政府 以及很多的政治观察家都会很重视的一个 就是我们有一年一度的25县市 满意度大调查 那今年我们也扩大做 因为是新政府刚上台 尤其是两岸要三通 那大陆的投资环境也都在做改变 所以我们还会探讨 除了是过去都会做25县市 县市场满意度 几颗星 五颗四颗三颗 这个大家都很关心之外 我们也会谈到说 两岸三通之后 以及大陆投资环境改变之后 有没有给台湾的各个县市各个地方 不管是在投资 然后就是说台商回流 或者是说吸引观光客 大陆观光客来台 这些面向 有没有一些新的改变 以及县市可以发展的一个契机 这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大菜 所以也很值得很多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 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就是我们的远见的栏位 有一个在谈人文空间 主要在讲生活风格 旅游的趋势等等 这样的栏位 我们一直也都做得蛮国际化 那这一期很特别 我们还特别到这个布丹 去看布丹现在的 如何在那么强调它的相隔离 不破坏它的自然环境之下 发展国际的观光 然后我们第一期是先写说 它有几个非常顶级的饭店 它怎么样融入当地的生态 以及文化当中 然后吸引全世界各国人去旅游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也探讨 明年马上 元月就会来台湾的太阳马集团 特别到澳门去采访 他们的总裁 因为他马上要在澳门 有常驻的演出 那这个全世界最成功的 一个表演团体 一年卖出一千万张门票 到底是怎么做到 以及它如何不断地创新 这在本期的演技 也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 谢谢